基本上,我会把每一次上课的影片放在论坛上面 会变成一个清单 理论上,各位,假如有加入到论坛里面的话 应该会收到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清单 就是上个礼拜的一个上课内容 当然,如果你有哪些部分不熟悉的话 回去就是自己再把那个部分再加强一下 另外有个重点就是一定要实作 我是建议你们一定要自己来动手打一下陈氏 这一件资料蛮重要 因为你如果假设复制贴上,这真的没什么感觉 但是你自己打,你会发现很容易就出错了 因为陈氏真的是,只要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不到的同学 常常就是说,就是会错 那错的地方其实千奇百怪都有 那大部分的地方大概都是资料形态不妄的转换 之前讲个type air,然后有什么格式 别忘了加那个收牌,收牌 因为我们写习惯的人,自然而然会收牌 但是你没有那个习惯的人,你就会常常露一个收牌 就像我写陈氏的时候,就很注重有没有收牌这一件事情 那在Python里面,它的收牌是绝对必要的 因为有点像以前那个Java里面是大瓜糊 那它因为Python它不用大瓜糊 取而代之就是用收牌 那如果你是写VBA的话,VBA它的缩牌不是必要的 也就是说在VBA里面,你没有缩牌不会错 OK,不会错 但是我还是强烈建议你们要养成好习惯,一定要缩牌 不然,因为这个好习惯建立之后 你就自然而然,你就会有那个结构的概念了 比如说,这个回圈里面执行的下一阶是什么 有没有,然后罗吉判账的下一阶 那你就会有阶神的概念的话 自然而然,越写越顺畅 然后也比较不容易写错 那其实你说城市会很难 其实大部分我发现,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只要你能够想到一个办法 将来写城市不要犯错,不要写错 能够让出来,那就是好方法 至于要怎么样让你城市写不会出错 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我自己的习惯是 第一个,一定要写得很熟练 如果不熟练的话,一定常常写错 第二个的话,我一定还是会 把一些经典的范本 把它留在云端上 比如说我自己个人习惯,我看一下云端 我写过东西,我一定放在云端 那云端整理之后,就是你们现在的讲义 那将来当然也可以变动 我放云端上的东西,如果有一些修正 那当然就可以随时去更改内容 那或者是说我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发现 或者未来有一些其他的sample,其他应用 我还是一样可以把它放上去 所以,你们将来写完的城市,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至于保留在哪个地方,你比较好找 我觉得这个是,反正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那我是已经习惯用云端了 但如果有些人还是用习惯纸本 没关系啦,反正你就写在 所以,讲义上面你也可以写一点东西 空白处呢,你也可以再增减一些东西 OK 然后甚至的话呢 还有一点,城市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每个人的逻辑,每个人的习惯不同 所以写出来的答案也不一样 那我这边的城市只是提供给各位一个参考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动的话,是没有关系 但前提是要改对,你没有改错 OK 所以呢,写法至少有非常多的写法 那你可以改动一下 用你自己习惯的写,写的话也没关系 那最好是什么 你开一个空白,你自己从头写,写下来 然后顺着自己的感觉 写,能够把它写出来 那表示你是真的有进入到状况的 OK 那上个星期的重点,大家回顾一下 第一个的话,我们是加总1到99 OK,所以哦 回去的话,甚至你先不要看 你先开一个空白档案 如果这个OK,那这个影片你不用看 因为你会了 第二个的话,再把它改成奇数偶数分别加总 OK 如果你把它写出来,也OK 那这个阶段你也不用看 因为你会嘛 甚至你可以改成3的倍数 5的倍数,7的倍数 分别加总 那1到99,你也可以把它改成1到999 甚至是1到9999 更大一个数字,没关系 那比如说奇数偶数,我们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逻辑判断 一个是跑两个回圈 甚至 刚才我前面讲过了,就会不知道哪个方法效率比较好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甚至你可以用一个大一点的数字 跑好看,看哪一个比较快 以后的话,你就用那个方法,来执行那个层次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奇怪 同样的这个问题,却有千百种不同的解法 那其中的话当然,比较重要的是优化 就是程式要怎么样跑比较顺 OK 当然如果说你比较没有时间上的问题 比如说它相差只有千万分之一秒的话 那根本无所谓嘛 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谁会感觉出来 但是如果差一秒以上,那你就可能要去斟酌了 怎么改 所以,那因为现在电脑都跑太快了 现在核心数已经不知道几核心了 随便满 早期双核、四核、八核 现在十六核、三十二核,反正更多更多 那因为现在奈米数已经降到很低了 现在已经两奈米都已经一奈米,甚至更小 那表示说呢,核心数可以更多 就一个chip里面,哇,可以放非常非常多的核心 那可以让你跑得 以前是会有这个问题,就跑得不够快 所以你要让程式跑得快的话 那必须要优化 所以以前很强调优化这件事 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慢慢因为更老的 这个跑得速度太快了 所以其实这件事好像慢慢比较不是 也不是不重要,好像没有那么重要 最重要我发现,应该变成你要把程式写出来好像比较重要 因为写出来不要犯错 OK,那至少我觉得 那等到你已经写到一个程度的话 你再去思考优化这件事 因为曾有同学马上常问说 老师,怎么怎么写得比较快 我说你把它先写好再说吧 你这个应该是比较 也不是不重要 可能是比较后面的事情 然后另外的话,还要懂得灵活的变化 像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 有没有? 奇数我数啦 或者是三的倍数 那如果你通通可以把它写出来的话 那表示说你这个问题可以略过了 影片不用看,没关系啦 因为你会的,会的不用看 就像说我去书店看电脑书也是一样 我都先看章节 如果那个章节我基本都会的 我都跳过,我都直接看 我觉得我好像比较需要的部分 那我就直接看那个部分 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呢,我就把 那个章节的程式稍微记一下 然后回去就自己稍微转一下 那其实就那本书基本上不买 感觉好像也无所谓 因为现在书好像买太多 其实还蛮占通奸的 反而最好是有出电子书 就是买电子书来的比较便利啦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其他还有两个叙述 black 跟continue 那其中的话呢,black比较重要 有点像强制让回圈结束的意思 也就是这个回圈 假如你要跑一万次 可是你只要跑九十五次停下来 那你black掉 真正只要有black这个叙述的话 他就会强制离开回圈 哪怕他还没跑到一万次 直接就跳鱼了 OK 所以呢,这个black比较重 那continue的话呢 我的这个理解是跳过啦 我前面讲过,其实很少用 但是也有存在 所以顺便讲 那再来后面我们上礼拜讲的组组组组组组 OK 所以我一去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开个空白的module 然后开始写 诶,怎么写? 如果写得出来啦 表示你应该是懂回圈了 所以这一题的话哦 其实又更上一层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两个回圈 一个内回圈 一个外回圈 有没有? 那当然你可以不要急着一下子全部把 九点代表,1到9全部的叙述写出来 你可以先写一列就好了 你先step1,你一列跑出来的 然后step2,再把1到9列跑出来 那表示你应该会的 其实程式不多 就四行而已吧 ok,所以四行写 程式真的加起来很少啦,没几个字 但是每个地方都非常的重要 牵一发动全身 差一个地方错都全错了 所以这地方该怎么处理 九九神马表这件事情的话 我想回去 可能你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我是建议你花时间想 想没关系 想不下没关系 就不要一下子每次都照着打 我发现有些人有习惯照着打 习惯之后你就变成你会被制约了 以后你要写什么程式 你第一个就想说我要照着打 那问题你有些东西 工作上的东西 哪有可能有照着打的 谁会写出来给你 也不可能说 老师我告诉你什么 你帮我写一个我照着打 我干脆帮你做事好了 不过以后你也不见得一定要变工程师 你至少你要懂得怎么样跟工程师讲 你要写什么东西 因为你跟他讲一些专业的术语 他会比较听得懂 你沟通上也比较没有障碍 不然的话 以前才会遇到就是说 那个鸡同鸭讲的状况 有没有 你会发现User端 他的需求 他又讲了天花乱碎 然后工程师他会觉得说 你讲这些东西 我没有办法把它做成这个程式化 所以他会觉得说 所以刚开始两个变成要有一个共识 最好是说User端 他本身就是会写程式的人 帮你马上规划 甚至我画给你看 你帮我写这东西 所以其实等于 不过我刚才讲那个工作 有点像PM的工作 就是那个专案经理的工作 PM有点像 我不写 但是呢 我叫底下的Program的写 有没有 但是我要把User端的需求 把它用成你看得懂的一个方式 我叙述让你知道一下 当然比如说你可以画一个流程图 或者是叙述的时候 可以用类似我们平常上课的这种术语 然后叙述给那个工程师 他就知道说 你要写什么东西 OK 甚至很多时候是画面先出来 先把UI有没有 画面 你要什么 这边是有几个输入 几个输出 输出结果对不对 那User先确认一下OK 然后就请工程师去写 那当然工程师怎么写 其实他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没有说你一定要用用复迴圈 所以你不用用画迴圈 没有啦 反正你管他 你只要符合User要的结果 用起来没有问题 没有Bug 那基本上就是对的东西了 OK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 再思考看看嘛 像求诊法表 如何写 用Fore迴圈来写 当然今天我们要来讲 就是除了Fore迴圈 到有个画迴圈 如果我今天求诊法 用画迴圈来写 那要怎么写 有没有办法写 当然肯定的啦 一定是可以 只是说要怎么改 OK 那也就是说 画迴圈跟Fore迴圈 其实最大的差异 好像我上礼拜 我稍微讲一下 Fore迴圈 其实最重要是那个Range 那个Range 其实他主要就是给他一个范围 比如1到99 1度点100 然后度点1 终于有个step 如果画迴圈的话 其实他重点不是在范围 所以你看不到画迴圈里面有范围这个东西 但问题没有范围 可是我要怎么样让画迴圈也具备有类似范围的功能 可能就是你要去step 可能需要一个初始词 然后哪边结束掉的条件的话 可以放在画迴圈后面 所以画迴圈后面放的 有点是类似像if后面放的 if什么 一个条件 如果那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就做底下的事 如果为false 那就跳开 大概类似这样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要怎么让他做加1 比如说他跑一次 我要让某个I的词加1 这个可能待会来看 最后的话 我有提到VBA 不过VBA 等于是说 延伸性的学习 如果你假设像一与两次的话 以后的话 无论在python也好 或者在VBA ecell里面内建的程式 都可以写出你的需求的话 那你也可以尝试看看 云端百感上面也有了 然后 另外的话 上个礼拜还有写信号 重复哪个文字 输出三角形 那主要是利用python 有一个特别的叙述方法 就是说哪一个文字 后面乘上一个数字的话 那就表示重复几次的意思 比如说一个信号乘上13的话 你把它print出去 帮你打出13颗心的意思 那我们如果要1到13的话 就写一个回圈 for i in range 然后1到14 6.1 1可以拿掉 然后enter之后的话 那就print 信号乘上i就可以了 第一次它会先输出一颗心 因为i先同一 那两颗三颗四 这样的话 就会做出一个三角形出来 有没有 应该有印象 那如果要相反也是这样 当然要减1 后面step叫-1 另外的话 还可以做出像前面放空白 还有就是 比较困难的是那个等腰三角形 有没有 甚至的话 我们在云端的讲义 讲义里面其实有两个等腰三角形 不过这等于是延伸的练习题 当然 如果你前面做得出来 后面也做得出来的话 恭喜你 表示你应该是学会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出来 那可能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去思考 尽可能的 其实我觉得学的东西 也没有特别的诀窍 你最重要还是做出来 像这东西说 你看再多书 看再多次影片 你写不出来 还是不会啦 说真的 会跟不会其实 前提就是打出来就对了 所以其实你说 程式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这个实作 做得出来 OK 就没问题 好 所以理论上 你做得出来 应该也讲得出来 OK 有没有 你也知道为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书上里面的叙述 其实是他程式写完之后 再告诉你 这个背后的过程 但是你完全没写过那个程式 你看那个说明 其实完全你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这个经验感觉跟那个旅游书很像 你如果没在某个地方 给你看那个旅游书看再多 你还是觉得 好像这个隔靴骚痒的感觉 有没有 就像京都很漂亮 你看 照片很漂亮 然后哪边很漂亮 导布你去过了 去过了回来 你再看那篇书 你就会非常有感觉 OK 就是 这个感觉还是要做 你没去过 真的就是感觉就是空的 OK 所以要实做 OK 大概是这样子 影片的话在底下这个链接 一样 每次上课会整理出类似像这样的清单 所以回去的话 反正你们可能要额外多空一些时间 如果你程度好的同学 没关系 你都做做看 OK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变化的 甚至我有讲正道考试题 你可以再练习看看 尽量把你的python部分练到熟悉 好 那如果比较OK 就自己再找时间 然后延伸出去 甚至如果有问题 下方都可以再留言 也没关系 那我看到有 有同学发问 那我会 就底下回答你 OK 那尽量的话 每个地方都是真的了解 不要用是懂非懂 好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那个 就是 第 三个单元下方的那个画围圈 所以上个礼拜的城市 云端白板上面的叶数都有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原则上 就是讲那个画围圈 那在云端白板上面是第十三叶 可是你们的讲义可能 这只要找一下那个叶数 然后 基本上就是说 我如果希望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个 第一交到九十九的这个回圈 改成用画的回圈来叙数的话 那要怎么改 当然呢 以这个范例 你直觉看 就是用画的回圈就对了 但是还是有人会用画的回圈 这很奇妙 我发现很多人习惯用画的 他就一直写画的回圈 那我的习惯 我一看 觉得这应该写负回圈 所以我就会直接把它改成 负回圈 OK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写这样 我完全没办法 没办法 理解 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就会忍不住 一定会把它改成我习惯的写法 所以以后 你假设 我发现很多同学 都是接别人的案子 有没有 接别人的东西 甚至我有接过别人的东西 但我发现别人写的 实在我没办法接受 我刚才重写算了 不然他好永远 我不知道他那个bug 是在什么地方出现 所以有时候反而 我刚才重新来 也不一定全部 就是大概最重要的那些程式 大家把它重新写过 另外还可能要加一些注解 至少知道说这个程式在写什么 那如果我今天呢 要用画回圈 改成 就是画回圈改成画回圈的话 那总共会有三个地方 需要变动的 第一个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 有点像那个 Range后面有三个参数 其实就有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的话 就是初始值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把它改画回圈的话 那你Range后面这个初值 你要把这个I 变在上面 也就I的初始值 等于1 好 这个地方 那第二个的话 逻辑判断 所以啊 我把这个缝回圈 把它Ctrl1 注解一下 如果我要改成画回圈的话 那我一样 改 改的话 就是直接打一个画 那画好的话呢 其实第二个 其实就是那个Range的第二个参数 什么条件要进到底下 就是得加 当什么呢 当I的词怎么样 一定要是 应该要加到99 所以当I 如果是小于什么 小于100的状况下 有没有 然后冒号一下 这个记得冒号 结束它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I后面呢 有点像是 加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就是说 当它为True的时候 它才去做底下的事 底下是什么事呢 就是帮你给加 但是你这个程式一直跑 你会发现 I等于1 对不对 然后进来 I有没有小于100 有嘛 对不对 因为I是1 1小于100 那True嘛 对不对 那就帮你加 那NS就为0 加在一起 放在这边 那NS呢 就变成1了 那可是你会发现 它会弹回去 弹到后来 继续比对 I还是1 那还是有小于 有 所以这个状况会变成什么 所谓的无穷违圈 因为I永远是1 所以啊 这个是第三个 第三个呢 其实就跟这个Range有点像 这个参数的话 叫做Step Step就是你要 有没有 你要跟前一个数字相差多少 等差嘛 差多少 差1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会把Range这个1的下一个 就是加1 比2 所以呢 其实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第三个不一样的地方 有点类似像Range 后面的第三个参数 所以你必须在后面 再加一个参数 I怎么样 等于I加1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说呢 我I的词哦 我要让它只要累加一次之后 那就帮我怎么样 帮我加1存 所以呢 你会发现呢 I等于1 初始词 然后呢 当它记下一次之后 它把它加1 存到前面 那对I变成2了 有没有 所以呢 再弹回去之后的话 I这个时候等于2嘛 I有没有小100 有 有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呢 再跟刚刚的E加了 E加上2 那A等于3 那这个时候呢 I又再加1 有没有 那就变成3了 因此类推 所以I一直会增加1 等到它已经加到99 99有没有小1 100 OK 有嘛 所以99 加完之后 再加1 变100 所以到这里的话呢 I 100 100 100有没有小于100 没有嘛 我不为处嘛 因为它一定 I 变100的话 一定是等于100 才是为处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 为处的话 你就是 如果100 加到100 那你可能又小于等于100 那如果没有等号的话 那表示说 欸 它为force 那force的话 等于就有点像结束了 OK 好force哦 它就会跳到底下 并且把结果帮你print了出来 欸 这应该ok 我看一下 应该这样就完成了 那最后呢 我把这个结果print了看看 如果答案的话 跟那个氛围圈得到的结果 一模一样的话 那表示 这个应该ok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加总的结果呢 一样是4950 有没有 OK 所以啦 假如说你将来 你不要写这个负回圈 你硬是要把它写成坏回圈的话 OK 那只要注意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初始值 OK 所以step 1 step 2 就是逻辑 逻辑基本上可以比较 这边的那个range 第二个嘛 第三个是他的步进值 步进值的话呢 其实就是类似像这边 所以喔 有点像是这个 他要放在这里 这是step 1 那这个的话呢 放在这里 这是2嘛 那这个的话呢 就放在这里 这是3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以后呢 你硬是要把奉回圈改成坏回圈 没有不行的 OK 绝对没有问题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同理可证喔 假如我要把上个礼拜那个 九九层法表 改成用坏回圈版本来写的话 那其实喔 你只要掌握这三个地方 保证改得出 所以以后啦 你看到负回圈 你全部都改坏回圈 对不对 绝对没有问题 OK 意思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啦 那可以是不是有意思 但是啦 你写这样子说真的 我自己看了都觉得 感觉好像你会发现 多了两行吧 有没有 等于是这个初时要变成多的 部阱要多的 所以感觉就变成那种程式 比较没那么简洁啦 ok 所以这个我是这样比对 所以请各位呢 试一下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个 就是一一加二九十九的这个部分 稍微用坏 我觉得稍微改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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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